吃完了冰 接着要带您继续的潇潇暑气 您有没有体验过素溪呢 这是一种需要结合攀岩 游泳 登山 野营等种种技巧的运动 在炎炎夏日非常受到欢迎 接下来跟随着记者彭新一和陈建安的镜头 前进新竹坚实乡的梅花溪 实地体验素溪的乐趣 你现在放大度了 转一下转一下 你不会沉下去你就滑鼠的过 你不会沉下去 你不会沉下去 加油 加油 穿上中备走过吊桥 往梅花溪出发 展开今天的素溪之旅 好 现在已经穿上了 旧旋律避险 还有身上方便整套的 包含衣存补装 包含了做专业的塑溪水 不要看这样子 要让人轻松 其他从几点点走过来 走得五分多钟 已经全身湿汗了 那么现在呢 我就要带上安全帽 跟学员一起下去体验 作息的清凉 我们跟着教练学员 从桥边往溪水走 才刚走进水里 就从脚底涼到头顶 好烫 把你脚就破破了 为了让身体适应水温 得先经过这番洗礼 希望今天 中间天文 都要带着自己 好烫 每个人都得被扑过一轮 全身吃透之后 这趟旅程才正式开始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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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路线全长将近三公里 我们从下游跟着教练的脚步 往上游挺进 说真的 素溪真的没有想象中简单 湍急的水面底下 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 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没踩稳跌倒 这个同学一个重心不稳 差点被大水冲走 这个时候就需要同伴互相扶持 同学一步 加油 我们一路爬过许多大石头 除了要面对强大水流 还得特别小心石头上的轻拍 来 满地 采访了摄影记者 这次为了素溪 一旦小机器除外景 尽管一路都特别小心 还是差点滑倒 但是这还不算什么 难度最高的是这个 快点 好 那个波大流红 我们走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由那个瀑布开步上去 左边是教练口中 大联盟等级的路线 属于难度较高 右边则是小联盟 难度比较低 很多学员看到这壮观的景象 表情从兴奋变得有点铁青 有女生准备了泳镜 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啦 而我难得第一次体验素溪 当然要挑战一下大联盟 沿着绳索游过深水区 开始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好 好多 页上你 对 页上你 对 页上你 页上我 帮你拿回去吗 教练姐说怎么爬 却看我一头雾水 最后干脆亲自下水示范 结果却 连教练都无法抗衡强大水流 当他被冲走的时候 想要游回攀爬点都很困难 最后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游到原点 这个时候换我了 面对眼前这座瀑布 我办得到吗 我的水又一包打回来 这样就脚出力 脚要努力 果然教练都爬不上去了 想当然我也失败了 此路不通只好绕道而行 刚刚大联盟的难度太高了 刚刚说今天水流太强 根本跌脚站上去之后 水流太强完全站不住 所以没办法只好走小联盟 这难度比较低的路线 终于过了这个关卡 但速吸过程可不只是爬 有时候还得用钻的 来 要打路了 钻一下 钻一下 这个洞真的很小 我想以摄影记者的体型 恐怕就钻不过来咯 今好它够厉害 不走水路改走路路 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 但有些地方还是免不了 你们修水路 水路加路路 眼看时间也到了中午 教练决定找个地方好好休息 吃饭了 每个学员可是饿坏了 今天午餐是肉粽 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但是大伙坐在石头上 一起享用就很满足 经过短暂休息后开始上路 走到一半天空开始飘雨 就连担心水势变大 增加了速写的困难度 后半段三分之一的路程 一样很艰辛 有时候要用油的 有时候还要变成蜘蛛人 这都一再考验着 学员的体力和意志力 被整队我脚当私下 整队踩到 会不会太辛苦了 对 感觉帮助你的感觉很爽 尽管有些路段 还需要伙伴当人肉高台 但是大家不含累不含苦 互相帮忙走完全程 好 各位 用力的伙伴们 终于是吧 我们必然要我们的路程了 好了 我们整队人花了四个小时 走完这个群长大概三公里的 继续路程 那么现在到这边 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超大的互部 至少六层楼高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我们已经到了终点了 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就是到前面要来跳水 每个人来庆祝自己完成这一次的挑战 抵达终点这个时刻令人感动 每个人接力游到瀑布底下 大声吼出自己的心愿 往下一跳 好 准备 太好了 最后面也做得到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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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是中贴信文伴之音 中贴信文进入台湾 首市长虹 這一跳暑氣全消真的很過癮 這裡水溫冰冰涼涼的 大約只有二十幾度 雖然一路走上來挺耗費體力 但是炎炎夏日像這樣泡在雪裡面 無比暢快